这美元和欧元之间不会导致战争 它只是利于考量的一部分 而且美国内部政治的选举即将到来 很多人说这是美国最大受益者 美国和俄罗斯的游戏 绝对错了 这是一场世界上 你未来会看到这场战争发生以后 绝对是中国的习太阳对政治的无知 对国际政治的无知 和自我的狂妄 和中国的骗 互相欺骗 就像这个告诉习太阳 普京说是绝美的 绝妙的这种欺骗一样 是一种国际政治欺骗 和14亿中国人 认为美帝国主义一直在死亡中 在堕落中 中国要领导全世界这么无知一样 是愚蠢无知 欺骗对国际规则 完全被欺骗的老百姓 造出一个集体性的自杀决定的结果 就是中国共产党疯了 而且这个疯狂被俄罗斯彻底利用 赢家一定是俄罗斯 赢家一定是美国 灭的是中国 而且欧洲因此会重生 在这个过程当中 芯片产业 大型货运 石油 石油产品 和各全球 和俄罗斯有关的金属产品 都会暴涨 大家能赚大钱 同样的是 跟这无关的 因战争受影响的 你会排死你 金融市场会暴跌暴涨 上上下下 不是过山车 真的是跟上火箭上下似的 虚拟货币 是大赢家 这一点大家不用想的吧 虚拟货币是最大赢家 虚拟货币最大赢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